我们是沙田培影中学 去年得到同龄同心学历史计划的资助下 搞了一个南京历史文化考察团 考察团主要是给中三至中五的同学参加的 本身收睹历史,对历史很有兴趣 学习中国历史是很重要的 因为跟我们的生活非常之有关系 譬如我们香港因为南京条约之后就被割让 所以我们今次去到南京的静海寺 就是商议南京条约的地方 亲身走近历史 有历史名人在当地发迹 也看到很多当时的真正的密密 同学读到的时候 发觉中国历史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境外的考察团我觉得最重要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焦点 譬如我们今次的南京考察团 我们的焦点就是看回80周年南京大屠杀的历史 在南京的旅程之中我觉得最难忘的 就是当时参观这个南京大屠杀的纪念馆 当时它馆里面的灯光就很昏暗 营造了一个很阴沉的气氛 当时我看到一幅墙上就写满了被屠杀人的一些名字 令到我的心情是立即为当时的遇难者感到很悲痛 很多时是学习中国历史的时候 就是可能在课堂里面去对着一些课本 又有时可能会看纪录片 亲身去经历过和体验过一些当地的风土人情 和经历过当时历史留下的遗物之后 就更加会自然有兴趣地了解那段历史 而不是只是很沉悶地去看课本上的文字 在考察团之前就一定要扮一些工作坊 让那些参加者初步了解醒过行程 得到同龄同心计划的资助 我们会再搞一个东北大连瀋阳历史考察团 主要是近现代史的 譬如沈阳故宫、张绍瑞虎 都会围绕着抗日历史去做一个考察